小肥朱周忌第二幕 第二幕 厲害了 厲害在哪裏呢 我們可以一邊吃一邊聊 好啊 今天就是很多人在餐廳 安排了一個high tea給我們 我們一邊high tea 一邊跟你high 好嗎 好漂亮啊 挺漂亮的 我不介紹 因為我已經很想吃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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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麵包和你聊聊天 好啊 我想問一問 你是否因為太眷戀當年的美貌 所以你不斷去整容 不關事 我當年和現在看樣樣的 不過就老了很多了 講一句真心話 我當時十幾歲 現在都差不多八十了 我都沒有眷戀到 我現在和舊時的樣子 有哪裏整容 坦白地跟我說 我什麼都沒有 雖然出鏡的 會 頭髮就弄了 是 因為我很懶疏頭 而且我的頭髮很長 所以呢 我就變成了 我就想去戴假髮 因為對我便利一點 而且你這麼忙 因為我每天去梳頭髮洗頭 我是自己洗頭 日頭吹頭髮 我都沒有自己去搞 沒有搞的了 講忙啊 真的很忙 DNG事件 你特別忙 但平時呢 約你都很辛苦 你真正是好事 但好事就出去 是 因為我是很多義工的 我們有一班人 我們一班藝術師 是慈善之聲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真的逢是義工都去的 是嗎 從來沒有一句願言 那是做什麼 比如那些學校啊 那些社團啊 醫院啊 路人什麼院都有的了 總之他們叫到我們呢 我們一定要去 唱歌啊 跟他們派米啊 派利是啊 派棉藍 什麼都做的了 雖然不是我們 出了很多錢 但是我們要出力的 你要出錢的 有時候出錢的 有時候出錢的 有時候我會贊助老人家的利是 這樣的 我們出錢就出了 那你發財 新年我一定見你拿利是 一定有 個個都有利是的了 講起新年 就是一個問題 很大的利是 真的要問你 你知不知道你 被人封了做殯儀之聲 我想問你 是不是因為很喜歡出風頭 所以想撕毀 所以逢人家的殯儀 你都去呢 這些真的很委屈 我告訴你 你知道我們一把年紀 所認識的 真的很多朋友 有些有錢 有些沒有錢 那我現在 尤其是現在的時間 不太大 那見到那些 帶過我那些 也都去了 跟我同輩那些 有些都走了 那我都很傷心 很淒涼的 那既然 他們是我的親戚朋友 那既然看到這樣的情景 我一定盡了 我們自己做朋友 做親戚的 我們一定要去的 只不過剛好被記者拍到 就說你是殯儀之聲 是啊 沒有辦法的 怎會做殯儀之聲呢 第一次殯儀之聲 這個朵器 是出席哪一次的 是啊 周怨發 她太太的家人 那時候我最記得 因為你知道 周怨發的家姐 阿蓮姐 和我是一個很好的姐妹 而且是姐妹花 我們直接 好像覺得患難之交 你知道我第一次看到阿蓮姐 我完全想不到她是周怨發的家姐 還是妹 姐姐 是啊 因為她是很好的 我們不是一日認識的 我們都可以叫做患難之交 她每年就帶我去 去患難了 去患難了 不是患難 就是看一下月光 是嗎 是啊 那些叫做什麼 每一年照月光 是看不到自己的影影 是嗎 是 這麼厲害的 那些很靈的 靈驗她照了就好了 那我跟她去了幾年 我就知道阿蓮姐很喜歡拍照 經常拿著相機 我可能以為她是記者 不是 她自己很有品味 她拍那些青瓶 拍那些蝴蝶 她是喜歡的 她愛好這件事 但是她的人是好的 不貪悟性的 那也是這樣 從來都沒有 我就很欣賞她 但她跟你一樣有性格 哈哈哈哈 你們兩個真的百年好合 我很欣賞她 是 因為我們就去 沒有辦法了 因為大家是親戚 是嗎 她跟阿蓮姐是親戚 不如大家一起去 去到有些記者就問她 她說 為何夏偉姐會來 任同你不是親戚 是的 她就在介紹 她說夏偉姐來 很辛苦的 第一 不是化圈 第二 一早就要起床 第三 時間 但真的要很誠心 為了甚麼呢 是因為 阿蓮姐是我的好朋友 一個心意 一個心意 周遠發哥哥 不是哥哥 都是我很養傲的粉絲 所以我呢 既然她們有這樣的事 我們應該 一定要去做條例 阿蓮姐這樣回答別人 已經算很有風動 哈哈哈哈 是啊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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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你說 人家有喜事 你都說 貪飲貪食 是嗎 或者不做人情 這樣說 我們不是的 我們甚麼都做足的 嗯 我明白 時間 金錢 我們是很有禮儀 為甚麼呢 因為我尊重他們 其他我的朋友 很多藝術師都是我 是呀 我明白 我自己的老友來 是真真正的 也都很傷心 看到她們一個一個這樣 離開了 OK 那這些 她們可能誤會了我呢 解決了 我不是殯儀之精 不好意思 因為她人緣好 哈哈 我幫你洗脱前尺 其實是 你新年給我大風禮事 謝謝 不是 你應該叫多些伯母給禮事 我還未結婚的 那倒是呀 我知道你未結婚的 一定 好了 讓你先吃點東西 試一下 你是不是在試一個 芝士蛋糕 芝士蛋糕呢 上次和恆仔做訪問 很好吃 是很香的 是嗎 很實在的感覺 是呀 這個更香 我喜歡吃那些火鍋 我第一部分 這東西太過妨訂了 所以我不能看 先吃了它 然後一定是吃那個 火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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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腿很出名 沒錯 OK 又來了 講 我想問一問 你和長嫂是否很熟 我們可以說 弟弟的朋友 就一起認識他 因為 你不要知道幾歲 哈哈 我大概長了十幾年 是嗎 是嗎 我那時 都是可以是姐姐的 嗯 他和長哥拍拖 我就認識他 是嗎 那時我和老公拍拖 哦 那時多久的世界 有沒有互相交換一下 心得 怎樣治那個男朋友 沒有 是 是 長嫂真的是一個現妻兩母 嗯 很乖的 但長嫂很兇的 她和你一樣誤會的 一定不兇 你誤會了她 是 她真的對家庭 對長哥 對自己而來是很好的 這是真的 但為何那時候會搞這麼大件事 唉 很多誤會的 家庭裏面 是嗎 但真真正的長嫂是一個很好的人 嗯 長嫂 好 幾天不知道每晚 那你有沒有經常見長嫂的 有 現在我們有見她的 是甚麼時候見她的 前幾天 我和她吃飯 新年你會和她拜年嗎 會的 你帶我去嗎 我記得那天 又鬥大事 我沒所謂 她真的很好 嗯 她現在很安樂 兒女 大家都好 好好了 好好了 前幾天我都和她們吃飯 現在大家知道發生甚麼事了 不要緊的 誤會終歸都會解釋 還有誰是親人 始終是自己人 嗯 沒錯 我想問一問 當年為何你這麼支持長嫂去爭家產 其實我們沒有支持她爭家產 是 不過我希望可以以為自己是Auntie 那樣樣都想平息而已 那時候大家都沒有爭的 是因為誤會很難說的 這個家庭的事 是吧 有很多事情 誤會會的 是說不到的 當年是長哥追長嫂 還是長嫂追長哥 當然是長哥追長嫂 怎麼追法呢 長嫂很漂亮的 跟你一樣 沒有 她比我漂亮很多 因為她年輕 青春無敵 青春無敵 真是無敵 而她是真是很漂亮 知道你怎麼追她嗎 你說你怎麼追女生 你追過沒有 我都沒有告訴你我一定要追女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然是長哥真的追她 很喜歡她 你老公怎麼追你 我老公 第一次 他怎麼炸大大的認識你 他在什麼情況 我老公 就不是 真的大家是很偶然的 那時候我就很喜歡 打麻將 剛才說過 不是 我剛才說過 是怎麼認識的 但他第一次怎麼約你 他就是那天 打麻將那天 是要我陪他們 看他們打麻將 是啊 打麻將 他就陪我 去那時候我記得淺水灣 是露天的 海那裡 是 去聽音樂 蛤 是啊 因為我老公跳舞不是很厲害 慢著 是說舞會還是什麼 你記得淺水灣 很久以前 地下 我不記得 我很年輕 你不知道 但是有什麼事 淺水灣那裡 就有音樂有舞跳 有餐飾 很久了 現在拆了淺水灣酒店 不是 海皮 就不是上面那間酒店 是地下沙灘那裡 嗯 吃了 他約我去 我去 去完大夫斯文革 送我回家 真的不停地追 一天打幾百次電話 那時候我又沒有理會他 那時候是有線電話來的 你媽媽不會問你誰 女兒 沒有問的 我也大過了 十幾歲 十幾歲未必大過 也算大的 我經常打來 那我家裡 唉 有個姓胡的 喂 差不多兩分鐘一個 兩分鐘一個 麻煩你打電話 說不給他 或者你不聽別人的電話 不聽的 那為什麼不聽別人的電話 因為我不在那裡 我出了街 那時候沒有手提電話 一出街找不到 那為什麼不叫出我給你 那時候沒有 那時候是沒有 那時候沒有手提電話 那你知道我 那時候 都在讀書 你師父還在讀書 那沒辦法打給他 真的隔了整個星期 初初就打給他 那他又約我出來 那約我出來 就吃飯了 這樣 一直吃東西 一直聊 我已經吃完了 那開始 拍拖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拍拖 那吃飯 那他人也挺可愛 他記得最喜歡你 那句話是什麼 他第一次認識我 他就說 你真是好像那些放牢溪錢 放牢溪錢 放牢溪錢 我問為什麼會是放牢溪錢 放牢溪錢 因為我也是很幼稚 不是很懂事 真的 一開始溪錢 就知道不好事 我問為什麼放牢溪錢 引死人 原來那些人死了 以前是這樣的 我真的不知道 以前是沒有那些 所謂那些車的 是 台棺材的 是 台棺材呢 有一個人拿著 那些溪錢 一直這樣灑 一直這樣灑 一直灑 那個棺材就跟著他 跟著那些溪錢走 跟著那些溪錢走 這樣就叫放牢溪錢 引死人 引死人 引那些 我知道 你有沒有跟她說 可不可以形容我 吸引你也找一句好一點的形容 我又不會說過 我第一次學會叫做 放牢溪錢 這麼大個女兒 等我都學這句說話 挺好 放牢溪錢就引死人 但現在沒有 現在用車的 哪個人走 會拿著溪錢 也不會給你那條路 對 沒錯 得罪人便會 現在真的被他走 那些溪錢 那些溪錢 一路放 那個棺材就跟著他走 那我就叫引死人 我第一個 覺得那些學問 那麼有學問 我是蠢的 你這樣嗎 那叫做有學問 我不認識 你也很蠢 我也是很蠢的 不是蠢 是因為太 都是叫做幼稚 正常的 通常那些美女都是蠢的 是蠢的 真的蠢的 你試試吃蠢蠢多甜 很清甜 好啊 所以 你迷信 我很迷信 是嗎 我很喜歡上頭柱香 我很迷信 為什麼上頭柱香 你 先上去多久 十幾二十年 十幾二十年 都一定是去皇大宣上的 一定皇大宣 為什麼不去其道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 因為 我不是這個意思 去開就一直提他 我又沒有去其道 是 真的 就是皇大宣上的 十幾年 十幾年 你是一個人去還是什麼 我不是的 我以前和幾個最好的姐妹 是 哪幾個 司徒關培英 警司的太太 是 鄧碧彬 鳳王女 我 我們四個 經常都為慈善做事 因為 關培英 是警司的太太 她是不懂唱歌的 我們 我也不懂唱的 我們為什麼要唱歌呢 就是學會籌款 因為唱歌才可以籌款 那時候我們是很厲害的 只要我們說唱歌 那時候很多人捐錢 那時候 可能現在都沒有這麼厲害 那時候很多人捐錢 那時候 她又唱 我又唱 又學會演戲 什麼都學了 我不是做什麼呢 真的不聰明 做戲 什麼都不聰明 但是為了什麼 籌款 是 我們那時候 司徒關培英 我 她又做 我做文武生 我做小生 我也是做大戲 做大戲 那時候再唱歌 後來搞到這麼大陣仗 還有鄧碧文 陳浩球 梁醒波 全部最聰明的 陪著我們 第一次 為什麼呢 公益金冊款 那時候 我老公也有看 當然要看 我老公怕他自己震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認識 為什麼不認識 我們初學 怕你出陽相出醜 對 怕醜 怕我暈倒 真的怕 他不愛你 如果他愛你 你怎麼出手 他也會很愛你 因為他愛我自己 他不愛我 沒有所謂 你死你賤 對 他害怕 那時候還要公益金 收益 收益很多錢 說回頭注 我很想知道頭注 好了 這樣之後 我們四個都在一起去 每年都是 有一年 最先有一年 關符英 就說 約了 因為家事 吵架 和老公 推了 不去了 死了 過了身 即是沒有裝頭注香 那一年就不在 那一年就不在 那就好 第二個是鄧碧雲 鄧碧雲 鄧碧雲 也是入了醫院 但是他呢 就預備從醫院出來 是 誰不知出不了什麼 又過了身 又是因為 裝不到頭注香 是的 第三個呢 就是鳳凰女 她就在美國 回不了香港 回不了香港 怎麼同那年又是這樣 她回不了 她都差不多 真的回不了 所以也都 裝不到頭注香 然後又過了身 那我就很恐怖 很害怕 因為我是第四個女孩 所以我呢 就從來都沒有間斷過 所以沒有死 你們遲得頭髮一點去 不是 我記得有一年 就阿祥哥和阿祥嫂 不然那一年三晚 他說阿祥哥想去王大仙 我當然喜歡 祥哥還開車 祥哥還開車 就載我們去王大仙 那又去了一年 那一年呢 即是我也很想叫她去的 但我不敢強迫她 即是不敢強迫她 因為祥哥 只是自主動 我從來做事都沒有 那一年呢 他就沒有去 那我心都很不舒服 但我沒有法者可以說出來 之後 那為什麼不跟祥嫂說呢 因為大家都已經 可能有加辯了 那些時間已經發生了 那怎麼說呢 我都不說了 真的不說了 真的不說了 有加辯 那便沒有去 那之後又過身 所以我就很信王大仙 就是這樣解 因為和我一起去過的 是沒有去的 都雙雙離開了 那不是每個年齡 那是我應該要去的 他臨不說了 我會見 那是我的 那是 在我 regime 這可是委前